掌聲鼓勵陳煙熙在我們台北的音樂會順利圓滿成功對不對 我們要馬上來到這個Google Plus的Handouts 還有這個所有這個全球YouTube頻道上的 煙熙的粉絲朋友們今天在現場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這音樂會這麼順利成功那種感動的心情 其實就是做完台北場 台北場真的其實是我最緊張的一場 因為就等於是回到家要給家人看了嘛 然後家人可能又都比較嚴格一點 對啊 我覺得回到家你知道 我們就是延熙在這個所有台灣的好朋友們 今天在現場有爸媽還有小侄女 把所有的家人啊然後高中同學啊大學同學啊 還有沿路可能陪我一起奮鬥的工作人員們 還有就是所有粉絲們還有貴人對不對 因為我們會覺得延熙喔 你看看延熙寫給我的張專輯上面 他就是給我們那種很溫馨的感覺 因為她跟台灣真的很可愛啊 她真的人很好 所以妳在我都很開心 是 沒有我覺得每次看到陳映熙我們更開心 因為我記得我有跟妳說過 因為前陣的延熙生日 我們會希望延熙就是露出那種很漂亮的小鈴 我隨時隨地帶給大家最棒的心情對不對 那今天在線上呢有很多來自各個不同地區的粉絲朋友們 因為我們這次音樂會在香港已經結束了 在北京也結束了 台北剛剛是非常圓滿的成功了 還有再有一場是在哪邊 還有一場是在馬來西亞 然後之後還會去上海 太棒了 各位朋友們要準時鎖定喔 每次陳映熙要帶給大家的感動 那今天在線上呢有我們很多來自不同地區的這個粉絲朋友們喔 當我們Pew到妳的時候 要跟我們所有的朋友們打個招呼 首先要歡迎是來自香港的很Man的Man 哈囉 好 你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特別幫延熙做的牌子對不對 對 是 好的 這個非常可愛喔 是來自香港的Man 好 那也希望喜不喜歡陳映熙 當然是 當然 是 很喜歡 還是非常喜歡 非常喜歡 對 每次我去上海他們都會出現 然後常常都會幫我接機送機 太好了 好的 那我們要歡迎也是來自香港的Joy是不是 嗨 你要不要跟我們所有的這個線上的朋友們打個招呼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oey Joey 你好 是不是也是非常喜歡陳映熙 大安雅 是 當然啊 其實還好 什麼時候開始喜歡陳映熙 隨便無聊參加一下Google的延熙 陳映熙 什麼時候開始喜歡妍熙的 很久啦 是 那最喜歡妍熙這個專輯當中的哪一首歌 都喜歡 這麼會說 喜歡這種就是代表他不知道是哪一首歌 不是 對 全部都喜歡 全部都喜歡 我們按到曲目來請問第四首歌叫什麼名字 什麼 第四首歌叫什麼名字 懸崖上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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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很緊張 什麼 什麼 懸崖上的玫瑰對不對 因為在裡面也是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嘛 對 所以你們要準備好你們的題目 我們是隨時都會問你們的喔 好不好 好 再來歡迎來自台灣的Sam 來請Sam跟大家打個招呼 嗨 我是盛銘 我是台中的粉絲 是 請問一下你今天紅色的衣服 是特別配合陳映熙後面的海報是不是 對 對啊 你看連眼鏡都是喔 原本就只是想默默穿個情侶裝 特別設計的情侶裝 所以你希望陳映熙在你的生活當中 不單單只是女神 也希望她變成你實際生活上的好朋友嗎 當然 真的齁 你看那個當然都有自信 反正是駝背 當然 馬上挺胸 好 我們再來歡迎郭晨晨 哈囉 陳映熙你好 你好 你們兩個是兄弟嗎 是同學 好 郭晨晨這樣戴耳機講話的方式 好想感覺起來你要播放 播爆一場什麼比賽的感覺是不是 對啊 感覺起來兩個人還挺酷的 好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有四組不同的粉絲朋友們 我們要請你們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有什麼問題 要把握這個時間跟機會 跟閻熙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 好 首先我們先請很Man的Man好了 你有什麼問題要問閻熙 閻熙你是打算下一個 什麼時候再來香港拍電影或是宣傳呢 下一次喔 下一次好像等到7月多了耶 暫時6月份前面都還會先去馬來西亞宣傳 然後之後會台灣還有一些其他的工作 所以下次去可能要7月底了 是 你有沒有覺得Man的表情很特別 怎麼說 他明明很Man對不對 來 歡迎Man 還先伸舌頭了我快笑死了 請問一下Man還有你後面的這兩個朋友 朋友有沒有什麼問題也想問閻熙 他已經準備好了喔 你是幫我 對呀 他把那種小題目都寫在你的板子的後面 就是啊 可以拿出來 你300個問題在裡面 我先從第一 我開始問 特別準備的喔 來 你說 閻熙你覺得 香港 台北 北京 哪個地方的粉絲最熱情呢 是 哎呦 這個要好好的想一下喔 嗯 怎麼說呢 呃 其實 現場來說 其實是北京的觀眾特別熱情耶 就是北京的觀眾 因為我原本以為他們會很冷的 所以可能因為有那個反差 他們心想反應很激烈 所以我就覺得 哎好他們特別熱情 可是香港的粉絲 我覺得可能因為大家都常常看秀 所以呢就是比較 對就是看秀的那種態度 比較是用觀賞的方式在看的 可是香港的粉絲很 都非常的 很 他們的熱情是在於 他們會跟我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像你們會來飯店找我啊 會會 譬如說跟我一起去機場啊 然後 我覺得那個是香港粉絲很熱情的地方 是 那台北場 台北場 我覺得就是 介於兩者中間耶 嗯 對 就是他們的熱情是 有熱情 然後也會有跟我的 可是就是 接在兩個中間 是 我覺得因為我認識陳妍妻 從她出道到現在 我認識她很多年 我覺得每一次碰到你的粉絲 你粉絲對我一個共同點 就是當他們在看你的時候 如果我們在旁邊側拍粉絲看你的表情 你會覺得這些粉絲們是屬於那種 太誇張 太誇張 待會兒自己下台看 他們每一個人在聽你唱歌 因為像我們是朋友 所以你講話的時候 我們就會笑啊 有表情 他們是拿著他們的相機或手機 然後這樣 有我剛剛 我剛剛在唱 Coolest Boy 我剛剛在唱 Coolest Boy的時候 我就不是叫全場站起來跟我一起唱 因為我想 我希望他們是可以 就是跟我一起這樣 對 一起動一下 對 一起動 他們就只站在那邊看著我 我一度看到他們我都呆掉 我一度忘記 我心裡想說 你們為什麼我都不跳 我還很努力的在那邊 就是很想要帶動戲 然後大家都還是站在那邊看我 他們絕對不是冷淡 對 然後震驚說天啊 陳妍妻在我面前 然後拍手 然後大家擺是這樣 來跟我一起打拍子 打到最後打到最後 對陳妍妻都是 呆呆的感覺 而且你看這些粉絲多可愛 我看都傻了 因為我們在外面的台北一場的粉絲朋友們 可以馬上連線 也可以看到我們現場在進行 他們自己都覺得自己很好笑 好像嗎台北一場的粉絲朋友們 自己都這樣 對啊 我真的看到了 都還忍不住這樣 就把大家Cue站起來 因為想到大家跳 我覺得大家就是在那邊 很冷靜的看著我一個人在那邊 所以呢 如果任何地方的粉絲朋友們 下次來參加演戲的音樂會 希望大家一起動作 對 大家就 我就希望大家來音樂會 就是真的是可以跟我一起狂歡 是 對 好的 我們剛剛是問到這個香港的man 對不對 我們要另外問問看 這個來自也是香港的Joy好不好 來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有有 有有 好 你說 欸 你怎麼 好 你要先拍我們 還是要先聽你自己講話 不是 他很忙有沒有 我對你在陳妍欣的面前 不是 我是在看問題 是喔 好 問題 來 你有什麼問題 第一條就是 暑假快到了 也是最想要去哪裡玩 是 然後是為什麼呢 我很想要去義大利耶 哇 對 因為我很喜歡吃義大利麵包 沒有啦 其實香港 台北也都吃得到喔 沒有 我就一直都很喜歡義大利菜 然後 因為我之前就聽人家講說 義大利是一個很有風情 然後也有很多藝術品在那邊啊 然後人也很熱情的一個國家 我覺得一直都很想去 然後一直都還沒有機會去 是 真的非常想去 因為前一陣子延期在過生日的時候 也是許下一個願望嘛 希望工作步驟稍微慢一點點 多享受一些生活 我覺得人還是要過生活 你才會有更多的 就表演也是 你要有那些創意啊 有那些能量 真的其實還是需要 需要重點 需要過生活 對 所以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去義大利的時候 需不需要告訴你們 他去的日期 你們可以糾團一起去 就好啦 他跟我們約一下就比較好 對 你旁邊的那位先生喔 還不等你回答 他就說好 好 你時間要排出來喔 好這麼快 好的 沒問題 那這位先生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住在Joy旁邊的 他沒有問題 對 我幫他問吧 好 合作的音樂人是誰 是 合作的音樂人喔 我還蠻想跟Eason合唱 如果他願意的話 你可以幫我們接洽一下嗎 有認識嗎 可以幫我問他嗎 因為感覺起來 你問了之後好像馬上 你可以去凹他 是 所以你到時候幫我們也在Eason的網站上 幫我們跟他講一下 說延希想跟他合作 好不好 好的 這個責任也要請Man幫我們一起 因為你們距離他比較近嘛 好不好 謝謝你 太可愛了 好嘞 台灣的Sam 你有什麼問題要問延希 有 就是延希生日剛過完 是怎麼過的 還有生日願望是什麼 生日喔 生日其實當天還是有工作 跟工作人員大家一起吃個飯 然後他們有整我嘛 你們應該都有看到 就是那個過程 我變成米妮的樣子 對 那個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你下一個問其實是什麼 你的生日願望 生日願望 生日願望喔 我生日願望就是 就是希望可以生活步調慢一點 然後以後可以自己 好好的修身養性 然後呢 不要講話那麼急 對 講話可以講慢一點 我覺得這才是大重點啊 說我希望生活步調慢一點 可是自己講話快到一個 我們都會說什麼什麼什麼 真的 對 所以我覺得要用稍微慢一點 跟帶有感情的那種感覺 跟所有的粉絲朋友們說 謝謝他們對於你這一張專輯的支持 慢 溫柔 感性 謝謝 結果以後不會講 就真的很謝謝大家的支持啦 就是我覺得 當演員跟當歌手當然很不一樣 尤其是這張專輯真的都是我 這麼多年來一點一滴寫出來的 然後要讓大家真的去 不只是喜歡我 喜歡我的歌聲還有喜歡我的創作 真的你們的鼓勵我真的都有在看 就是所有的意見啊評論 尤其是當被批得很嚴重的時候 你們的鼓勵對我來講 又是就是特別特別珍貴的 真的很謝謝你們的支持 然後可是我真的覺得 嗯 我 我 可以說 我真的很用心 所以我覺得你們的支持是值得的 那我也會繼續的 努力 努力練歌 努力創作下去 是 來我們要請問Sam一下 剛剛妍希這麼深情的跟你分享她的 不管是願望也好感應也好 你的感覺是什麼 很好 很好是不是 對 那你可以幫我們一個小忙嗎 既然妍姨跟妍希穿了情侶裝 又帶了情侶的眼鏡 你可不可以擺一下後面那個海報的姿勢 給我們拍一下好不好 好來開始 有點難 我們也發現很難 好來我們保持笑容就好了 讓大家看一下 眼睛張開喔 他變對型張開了是不是 他很可愛 就是一個很老實很勾矣的一個小粉絲 謝謝你的支持喔 還有第二個問題 還有 就是接下來七月的辭考要到 還有明年的學生要到 全面延期都怎麼唸書的 我都怎麼唸書的啊 其實因為我 我唸書的方法不好 你們不要學 我真的就是 我是臨時抱口角的一心 就是考試前 一兩天再唸書 真的假的 那考的成績好還是不好嗎 對 所以這位Sam先生 我不建議 因為真的我都是考完就 馬上就都忘光了這樣 所以沒有真的吸收到 可是因為你在這一兩天內 可以把成績念到一個還不錯的地方 總會有在念書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小秘訣 比如說因為有一些人念完書之後 他可能把書蓋起來 重複想一下剛剛那些字那些圖畫 在書的哪一頁 之後可以用圖像式的方式 我背東西的話會是 一定要 你不能只是看過就算 你看一遍然後馬上就 真的就要把它蓋起來 然後先 再重複想剛剛那些東西吧 那樣才背得起來 就是你要很準確的可以說 書剛剛你看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要重新 再想一次還有印象深刻 是 對 所以Sam的意思是 你接下來要指考的是不是 要考試 我明明要考學測 明明要考學測 所以你是小朋友耶 對 我今天高二 嚇我一跳 剛才叫你Sam大哥 你說你是才高二的小男生 很年輕啦 從他的笑容當中 你就會知道 就是說你真的很喜歡陳妍希耶 對 所以你會有跟所有你的同學們說 請大家也都要支持陳妍希嗎 有 太可愛了 好 那要多多幫我們宣傳這張專輯好不好 要讓很多的朋友們 在專輯裡面更能夠感受到陳妍希的用心 好不好 好 謝謝你 好的 來我們要歡迎這個郭晨晨同學 哈囉 哈囉 請問陳妍希你今天的心情喜歡哪首歌 現在的心情喔 最近蠻開心的 我蠻喜歡 Coolest Boy 蠻喜歡 Beautiful 都是比較開心的歌 對 然後我覺得每次唱這些歌的時候 就台下的 大家都會特別開心 那看到你們開心我也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那你們兩個最喜歡專輯的哪一首歌呢 蘇公的小城故事 真的 為什麼 很好聽 很好聽喔 很好聽喔 很活潑 很活潑 好 那如果要你們用這張專輯裡面的一首歌形容陳妍希 你們會選哪一首歌 仔細想想喔 用你們的直覺想喔 應該不需要給你們方向了吧 方向好了 方向好了 你用方向這首歌形容陳妍希 你是不會選第六首Beautiful是不是 很老實的兩個人 真的 陳妍希 太可愛了 對 好的 那你們兩個還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要問妍希 就是收過最特別的禮物是什麼 收過最特別的禮物 等一下 Miske一下 先問你們兩個的意思是 收過情人最特別的禮物 還是收過歌迷最特別的禮物 還是收過家人最特別的禮物 還是收過家人最特別的禮物 我們要用記者的問法來問陳妍希 喔好 嗯 情人的好了 喔是不是 情人的 情人 嗯 我覺得我收過非常意義深刻的一份禮物 其實跟方向也有一點點關係 就是 其實那個 陳妍希 不是說過 方向有關 沒有 不是啦 就是那個寫給方向那個前男友 那個 那個 那個人 他在 前幾年 前兩年吧 有一次來到台灣 然後他還有就是 我們還有碰面 然後那時候剛剛好我家有一個 housewarming party 我就有找他來 他就送了我一把吉他 然後那把吉他是我 我那時候還完全都不會彈吉他 那就是人家送你一把吉他 其實是最近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我不會彈啊 然後呢 他就是跟我講說 他覺得每個家裡面都適合擺一把吉他 就算你不會彈 你朋友到家裡也可以 大家邊彈邊唱也可以 就是有非常美好的時光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我後來就稍微去 稍微學一下下吉他 我就覺得那個禮物真的是還 滿別書心裁也很有心意的一個禮物 請問郭晨晨這樣回答到你想要知道的問題嗎 你把吉他 有 有 那你們兩個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問一下就是 學吉他學了幾年 我其實都是斷斷續續的 就從那時候開始可能一年多吧 可能就是會很簡單的和弦啦 也希望可以之後有更多時間 可以去好好的把吉他練更好一點 希望有一天有機會可以 可以在你們面前自談至唱給你們聽 好 那我也想問 他們剛剛問的是情人送你的禮物嗎 對不對 那有沒有粉絲朋友們 因為真的因為這個專輯 跟還有所有的戲劇上演出 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城市 因為有的時候不見得要粉絲朋友們 一定要準備什麼大禮物 花多少的錢 而是說他們一張卡片 然後甚至是現場跟你說的某一句話 其實大家送給我的卡片 除了那種超大型的 可能我家裡擺不下才會丟 要不然大家送我心情我都會收藏起來 我就會 可能不會立刻讀 可是我都會先把他們收集成一疊 然後回到家裡有空的時候 就再把它翻出來看 因為我們也看到很多喜歡 炎熙的粉絲朋友們 那年齡層很廣欸 有那種小小朋友的看到你就是巴著你 非常非常的喜歡 有時候可能是朋友的小孩 就是不管是要炎熙姐姐也好 炎熙阿姨也好 他們就真的很喜歡你 或者是那種就像學生族群 或者是年紀稍微長一點的 你有沒有自己覺得其實真的很幸運 大家對你真的看到你的眼神 不是那種那種 你以為你老不起啊 可是炎熙加油你真的很棒 你的感覺 當然是真的很謝謝 我最美麗的男生 他們的支持我 然後就是 就算現在我從演員轉變成歌手 大家還是繼續的那樣子的喜歡我 跟就是繼續的跟著我一起 我覺得很開心有你們的存在 是我覺得那種開心跟感動 也是要透過這張專輯 跟所有好朋友們分享 就連我們在旁邊看著陳妍欣 努力的這些大姐姐或大哥哥們 都會覺得說幸好你堅持了 因為有的時候你知道那種時間 並不是算很短 有時候一兩年可能幾個月 就覺得啊算了算了算了 我就乾脆就是隨波主流做一些 大家認為我可以做的事 可是有的時候不去嘗試 你怎麼知道自己到底可不可以 對不對 好那我們要請來勝世族的粉絲朋友們 來你們快速看誰先舉手 再讓你們多問一個問題 葉森 來郭晨真舉好快 打到他後面 不好意思喔左邊的朋友 就是 希望以後能 太快 希望以後能 聽到更多你創作的歌 還有就是看到更多你演的戲 就這樣 好我一定會再創作下去的 其實我知道這張專輯我真的覺得 其實還蠻多感觸的啦 就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歌詞很簡單也會被罵 然後或者是 就是我覺得我就是很 很真心的很誠實的把我的情緒唱給大家聽 然後我 我不會覺得說今天我要是 唱零戲的詞我就可以把它唱得更有感情 就是我可能還唱不出這種態度 就是我真的是很誠實的把我的心情 我的故事想要唱一個情緒跟一個信念給大家聽 我覺得不管外面的人怎麼說怎麼罵 我還是會保持這樣的心情去寫下去 我覺得寫那些歌代表我當時寫那些歌的那些態度 當然我也不會說以後可能我寫稍微再複雜一點點的歌 或者只會用比較多的歌 就是因為我水波逐流了 想要去please人家 想讓其他人就是喜歡所以我才能寫 我覺得可能就是我之後會喜歡那樣子的東西 其實這張專輯我很誠實的反映了我當時的想法跟態度 對 我會繼續堅持 真的啊 因為我覺得要跟人家說sorry的時候 最簡單但是最能夠表達自己的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跟人家道歉的時候你不會講一大篇理論 讓人家感受到你心中的氣因或者是遺憾的感覺 因為你用中文講就是對不起啦 你不會說語感到抱歉而怎麼樣怎麼樣 不可能有就在複雜的心情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做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屬於me myself很愛的方式 那我也謝謝你們的喜歡 對 真的也希望整張專輯真的會讓大家 每一天都會有覺得心情很好的感覺 在我們今天的Google Plus Handouts 最後要請林熙要不要跟所有的朋友們再次分享 接下來我們還有兩場音樂會要跟大家一起見面 接下來會先到馬來西亞6月14號 然後6月24會到上海 那就也是希望還沒有看過音樂會的朋友們想可以來看 然後我已經看過還想再看也歡迎你們繼續來 那我會盡心盡力的希望在每一場都還是帶給你們最好的演出 最後的最後請線上所有以及全球陳妍希的粉絲朋友們 用最大的音量不要害怕吵到你身邊的音量大喊我愛陳妍希 1 2 3 我愛陳妍希 好大聲喔 好害羞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粉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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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謝謝